你不只是不爱我 你外边还有别的女人了 就前段时间 我上她的支付宝 我发现她的支付宝里 有一笔五千多钱的转账 因为她之前每次花钱 都会提前告诉我的 但是那次她没有 然后我就给她打电话 我就问她 我说那五千块钱哪儿去了 她就吞吞吐吐的 就是不说 原来是给她前女友了 我不是给前女友 我是接前女友好吗 但是我这件事 我没骗你 那不叫骗 那只能说叫瞒着 那我不吞吞吐吐 我还能特别笑 高兴地说 媳妇我借前女友了 你不生气吗 其实也不是前女友 就是一个普通朋友 因为我就是 我都不让你跟她联系了 我没跟她联系 她联系到我 我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女人缘 这个前女友吧 也算是唯一一个 就是女性朋友吧 当时她挺着急的 然后就冲我借这个钱 我就本身一个挺热心肠的 我借完之后 我就想告诉她了 但是我一行 告诉她之后 就她的脾气又该发火了 我心里先瞒着她 到时候就还了之后 这事就过去了 就没有什么事了 没办法 那你不只是把钱借给她 人都借给她了吧 你前段时间 她突然就消失了 以前每到周末 她都会陪我 然后前段时间 她就一直在说她加班 那段时间也确实在加班 你先别说 先闭嘴行吗 然后有一次 你不能让她闭嘴 这就是每天两个小时练就的 然后有一次 我休息 我就去她单位去找她了 发现她并没有在公司 我接着她打电话 我问她你在哪呢 她跟我说 在前女友那呢 上她那干啥去了 对啊 我又向你坦白了 我没对你撒谎吧 我去前女友吧 那最开始她不告诉我呢 我告诉你 你不又生气了吗 我告诉你 就是前女友那段时间挺惨的 因为她那个腿摔了 然后她那个男朋友 现在不在国内 在韩国 然后那个时候 她家就是新房在装修 然后她也知道我懂这个 然后就让我去帮她 定一下工程 我俩也没在一起 前女友在自己家养伤 然后我就去那家新房 她把钥匙给我 我就定期去看一下 我觉得这个事吧 她怎么样跟你有什么关系 这次我做得我问心无愧 我俩清清白白的 她怎么样跟你有什么关系 那你是不是装修不了了 没有我也能装修好 但是由我不是更方便吗 这件事我觉得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 我以为说 这房子是给我们俩装修的 对 就是感觉就是举手之劳 没必要吧 不是什么大事吧 你瞒着我就是大事了 我觉得我就像个傻瓜 一样被你蒙在鼓里 那你发现 你要没发现 这个事不就过去了吗 你不就不生气了吗 我不也是怕你生气吗 这样就好了 我就不生气了是吗 我早就跟你说过 我特别讨厌别人骗我 尤其你还是为了钱 你那就是没告诉你 我觉得我实在没有办法 跟你继续在一起 我就要跟你分手了 好 不吵了 来吧 老师们 你们看怎么办吧 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公司不让谈恋爱 也许有这样的公司 但是太少了 我觉得好像不让谈恋爱 是指公司同事之间 是的 现在还有说公司说 你们不能谈恋爱的吗 我是没听说过 如果是这样 大概就公司招不到人 因为世人总要谈恋爱的 但即使 咱假设也在极端的情况下 公司不让你谈恋爱 你会选择至少两种反应 第一 辞职 因为爱情 是我个人的权利 凭什么干涉 第二 我就谈了 我也没影响工作 你能把我怎么样 不像你这种反应 女友用你的手机发了 你这种慌忙的这种反应 马上再来解释 说没有 这就很伤母 女友的心了 还有女友居然最后知道 你是为了一个赌局 为了一千块钱来追我的 不是由心而发追我 所以他就变本加厉地来 查你每一次说话 每一次行动 背后是不是有骗局 事实上你也不争气 都被查出来了 所以你们两个人在一起 为什么呀 就是挺喜欢的 你喜欢他 喜欢他 你这句话是对了 你喜欢他 但是他不只喜欢你 他还喜欢前女友 他还喜欢别的事情 这个是最最关键的 喜欢你 很多人可能都会喜欢你 但是要找一个心里只有你的 只喜欢你 只爱你一个人的人在一起 好吗 女孩 如果找到这样的人了 你不要做出那种 过于管控的方式 让人觉得很不舒服 欠人自由的方式 是绝对错误的 好吗 姑娘 我觉得老师 简直说到我心里了 说你简直说到他心里 就是你是他的回宠 如果能够帮到你 我愿意 就这样